这里是衔接立法院院内的天桥 当时5月21号晚上往下来看是这样的模样 民团跟许多的民众是抗议立法院上演表决战 不过外界更好奇 5月24号这股气势会持续下去吗 帐篷打好被掌揭的公告 没走几步路就看得到 网络出现全台上接定 而号召524上街群组纷纷喊千万别发生肢体冲突 不过兰姻党团总招傅坤起死可爆掉 当天黑道也被动员成为示威群众的议员 我们也收到宪报 这个民进党已经动员了中南部的黑道 要到台北来 你的宪报从何而来 在野的立法委员做一个人生的一个残害 请问副总招你是做什么白日梦吗 傅文琪直接点名绿营煽动仇恨上街 试图削弱群众在场外抗议的合理性 如今国民党立委们再度轮流手艺场 被问到是否会担忧外场人数 进而造成表决压力时 栏尾口径一致 还好啦 但我希望如果有人知情或不知情 大家都要相互保重 选择了做这件事 那我就有最壮烈的打算 所有的提案都是早起民进党立委所提出 现在我们来完成它这样有不对吗 国民党立委借机喊话就换国人理性 不过在朝野上演表决战情戏 大陆无预警对台实施军演 这是否会加大群众上街力道 共产党军事发动威吓台湾 国民党就用退军要来包围立愿 无二次还没到光听到现在就知道 一股在立法院外无法预测的势力 将左右者朝野立委当天表决后的舆论 多谢李世紀刘教在台北睰访到